《九州》 我觉得九州世界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一个世界 它是一个集合各种族群 然后有不同的生灵 有不同种族 组成了这么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世界 我觉得要比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更立体 更有意思 更神话色彩多一些 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 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东西 它其实这个小说试图来表达作者的宇宙观 作者的一个世界观 然后里面有很多有魔幻色彩的一些信息 但是我看来还挺有哲学道理的 沐云生是生下以后 他背负了一个是如若手握帝王剑 便会让九州生灵涂炭 所以对我来说 对大哥哥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很想保护他的 沐云生就是一个半人半妹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然后他的世界观 也是在两个世界观里去经常打架的一个人物 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自我分裂 他有魅的这种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他有作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和人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的问题 他一会儿在魅的这个状态 一会儿在人的状态 一会儿又在梦的状态 一会儿又在幻境的状态 所以他到底是哪个他 他有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楚 所以他永远在内心中 在精神中是纠结的 是有时候是无奈的 他也想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 他也想解脱 他其实对很多东西不感兴趣 但其实他是一个修行者 我觉得他还在修行的路上 他不希望天下人有斗争 有灾难 有困苦 他希望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他认为自己的心理预言所说 自己会给天下带来灾难 所以他更加地把自己想置于这个权力之外 他不想参与这个权力 他不问事实 他也对这个权力 对太子 对未来的江山也不感兴趣 这是他对天下的一个理解 他对自己其实并没有说那么在意 孟元生他本来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一个皇 然后他也可以不要做那个皇位 然后就是追求爱情的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浪漫 很感动的 但后来他最亲爱的两个人都被伤害了 他很痛苦 在整个故事中 慕如寒江一直是守护孟元生的 然后呢 他视孟元生为自己心中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唯一相信的人 所以他最后有这样的报复也是被逼的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现实中人心的邪恶 看到了这个各个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 这种争斗 厮杀 很多时候都是在被命运左右 但是他们就要自己立命 我最亲爱的人已经被害死了 那不如我就拔手这把剑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心中我有一个决定 就是不管以后心命怎么决定 或者说中州生灵涂炭也好 可能是作为父母 但我毕竟是一个父亲 我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慕如寒江只有成为帝王他能保护自己 因为旁边的虎狼太多了 所以我一直是在登上帝位 还有很多东西还挺像我的 因为其实我内心其实也是我自己也说自己 我觉得是助理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 有时候这个老人他就是会思考很深沉的一些问题 我经常有时候也会在想一些比较出事的问题 比如说我想想一些这种 其实跟现实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 但是那个小孩也会经常出来 会对一些现实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会对自然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 所以这种身上的一些特质 我觉得跟我还挺接近的 黄轩是真的是一个在我见过的年轻演员里面算是最温温而养的一个人 是对谁都是很微笑的感觉 就是孟一生他也是一个其实表面上是非常安静的人 但他其实心里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我个人也觉得我平时也相对是比较安静的 生活情绪上还挺相同的 对然后性格里其实我内心其实有很多 我认为还挺丰富的感情和感受力 但是可能一般的时候我是不会把它太表现出来 我可能只在演戏的时候想去挖一些这种东西出来 我一直觉得沐云生心里没有太多的恨 因为我觉得他对很多东西不在意 没有那么在意 我觉得他心里是有大爱的人 感谢观看